短短時間之內槍擊案件不斷 先是在台南有零事節遭到槍殺的案件 緊接著在台北三溫暖前也發生了槍擊案 這台灣的治安是不是亮起紅燈啦 而且黑幫怎麼會這麼囂張呢 內政部長劉士芳在昨天強調了 對於所有的犯罪行為絕對不會中方 我們對於治安當然是非常有信心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昨天的成績 話說的好聽 內政部長劉士芳說對治安有信心 但前一天首都台北才發生三溫暖槍擊案 難道這就是要大家看的治安成績嗎 原來前一天行政院長卓榮泰 勤抚警政署視察打炸成果 整個桌上滿滿從犯罪組織 收來的槍支等證物 畢竟卓榮泰日前才強調要打擊黑金槍獨照 但成果展示出來民眾很難感受到 畢竟就連日前台南槍擊案 至今都還未爭相大白 我們看到很遺憾的就是這個槍擊案在連續的發生 政府不要想說用一場記者會 用一些空泛的數據 就想要說服人民 我們的社會治安風氣 不但沒有改善 而且越加敗壞 火力全開痛批治安根本沒變好 欄尾更點出問題 行政系統原而未接不足 預證改革做得不到位 最重要的是要針對槍堵做出對策 趕緊查明犯罪背後的真正原因 並且可能對於疑似 類似這樣的詐欺所帶來的龐大利益 趕快做出對策 來打擊犯罪 打擊詐欺 治安是全民的一個期待 那我們跟警政署 跟其他的司法機關 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一定會加強的來查氣 維護全民的社會安全 對於現在所謂的槍擊案 我們都誤網誤縱 相關的嫌疑犯 或是相關的這個罪證 我們其實都是掌握當中 近期槍擊案頻繁發生 震驚全台 對於民眾來說 比起擺在桌上的成果 還是希望自家周圍 能夠更安全 記者吳永安 光明有報導